Hello,大家好,我是黎 上到片就讲了关于我们怎样去拍一个大背光的场景 用两个模式,一个就是用一个HDR的模式 或者用一个窝窘去拍摄 在后世就将暗位推降 有些朋友就留言给我,他问了 他说用哪个方法拍出来 成像的效果会细致很多呢 我都有回答他的 基本上我们都是用一个HDR的效果 去做一个都是属于后制的方式来的 似乎成像会比较好些的 今次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下一个软件 我们可以用一个HDR的软件 去怎样去做这张相片出来 这个Software就暂时可以在网上下载下来 但它都是属于一个试用版 可以给我们10天试用 试用之后如果认为OK的 大家也可以参考去决定买不买 我今次就不是跟他卖广告 最主要就是说我看了他的程式 以及我试了他的程式 我觉得他出来的效果都不错的 所以就今次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他这个程式怎样去用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安装完之后就开了他 基本上他要你连网才能安装 安装完之后 因为他要Active with 它 所以就要连网 跟着开了他 我们首先去开这些相片 怎样去开呢 开了之后呢 在这里我开了一个Folder 我暂时就将这三张 我上次拍了之后 就放在这个Folder上 这三张就最后示范给大家看 用了一张是比较标准一点的 曝光值比较标准 而一张就比较Under的 也一张就是会Over了 这三张就可以去做一个HDR的效果出来的 你看到这个画面 先安装它 开了它 那他现在 这里有一个Preview 这个Preview 我们看到了 他看到左边那张的EV值-1.3 而中间那张的曝光值是Normal 而右手边那张就Over了2.3 其实这三张 在他来说 他觉得EV值是这么多 但是我拍摄的时候 EV值就不是这样的 这个纯粹是一个参考而已 OK 这里面还有什么设定呢? 我们就开了它 它就说可以给我们做一个 所谓叫做Reduction 把那个所谓叫做鬼影 就是说这三张 踏下去的时候 就可能有点偏差 就跟我们调节它 那我们就开了它 也都给它做一些 一些细节点的 在颜色方面做好一点 这里也有一个可以给你选择的像素 就是效果出来 暂时用了一个Medium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就把这三张拍摄了 就让它自动一个效果 让它拼接的 那我们就可以开了它 它在拌这三张进来 似乎拌进来好像比较慢一点 是很少的 OK 这里就把照片进来 这张照片已经合并了 我们看到了 下面就有很多所谓叫做效果的选择 而你看到这里这张照片 合并了之后这个画面 在后面的曝光值 都是属于比较偏高了 就是Over了 而前景方面 它基本上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拍了三张 最后那张就是 对测光方面 就对在里面前景的 所以曝光值都很接近的 但是拼了之后 似乎后面比较Over了 其实我们下面就可以选择 它的效果出来有什么不同 我们尝试一下 在这一张 就是这个效果叫Detail Detail的Intera 那就可以令到它 这张照片就比较突出一点 是不是 即时看到的画面 那个硬朗程度去到哪里 也可以在这里调节它 那么似乎呢 我去到大约是七十三左右 已经足够了 这张照片 OK 那我就决定了 那么就选择了这个模式 那么跟着呢 我们在右手边呢 我们看到了 原来呢 它也有很多更改的地方的 包括了什么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 那我不想浪费这么多时间去说了 那基本上呢 我们要改些什么呢 基本上呢 就是前景的曝光值都挺接近 而后面呢 就比较Over了 那我们怎么去改呢 那首先呢 它有个Smart Tone 这里有个Smart Tone 那么我们呢 就加大一点点 它呢 令到它画面呢 就好像会光了一点点 好了 跟着呢 就在这个High Nights那里呢 我们试试试试减它 那么就令到这个画面中间呢 就去确定一点点 而Sertal 位呢 即是说暗位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推翻多一点点出来 那么跟着呢 Wise 和Bex 我们可以不用动它了 那么除了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退下去 这些呢 你们慢慢去尝试啊 那么这个HR Enhanced 那里呢 你们自己可以尝试 那么我就去到 有一个叫做 渐变更改的模式那里了 那么在这里 那么上面呢 这有个Top 就是说我可以在改变上面的东西 而下面呢 我们也都可以改 那么上面有什么要改呢 那么我可以呢 也都可以将它的暗位呢 推翻多一点出来 大家看到是不是 推翻多一点出来呢 而 底部 就是说在这里的底部呢 我就 将它那个高纲位呢 就按回低它 按回低 跟着呢 曝光值呢 也都可以按回低一点点 好了 那 那么 暗位方面 需不需要再推呢 那么我尝试一下 拿回一点点暗位出来啦 喏 OK啦 那么这张照片呢 整体上呢 就已经是 改完了啦 那跟着呢 我们就去看回 那个上面的曝光值 那么似乎这张照片呢 的曝光值呢 都挺标准的 那么 而 那个 contrast呢 我可以 较大一点点 都可以的 嗯 那么其实这里呢 它已经和我调节了的了 那么基本上 我都不需要怎么调了 就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尝试呢 就double kick 放大这张照片 给大家去看看 看看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基本上呢 都挺sharp的 几张照片 拼在这三张拼在呢 都 效果都不错 那么我们看看前景 那个曝光值都挺漂亮的 而后面 那个 蓝天白云的高纲位呢 就已经挺标准的 因为我们拍的时候呢 就有一张呢 就拆了 外面 就是拆到外面的曝光值的 那么 而其中一张呢 就是中间那张呢 就是 属于一张比较 平常一些 就是 就回到纲位 就回到暗位 拿回到中间位的 所以就给了三张出来 那么 就拼了之后 我们再调节了之后呢 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了 那么我给了一个对比给大家看呢 喏 我们 还没调节的时候 后面的高纲位就这样 我试试 调过一点点 后面的高纲位爆了 前面暗位 没了东西看 OK 教了之后 就是这样 那么就出回来 那么这个软件都挺方便的 那么大家呢 就不妨呢 就可以去下载下来 OK 喏 其他的细节呢 它怎么调呢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去慢慢玩了 因为它可以有十天 去免费试用的 那么就 因为如果我详细慢慢跟大家去讲呢 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那么就 OK 喏 这张照片呢 我们怎样output出来呢 那么做完之后 我们按一按这个按钮啦 那么在右上角 按一按它 那么就可以export这个image 那么这里呢 也都可以给我们选择呢 就是说你需要output出来 那个像素有多少 那么 那个resolution呢 就三百二十点啦 那么而这个解像度 就是说size呢就是5995 就是没移动它全部 是actual size 那么它也可以选择JPG 或者TIFF 那么我选择JPG 那么跟着呢就export 它放在哪呢 那么我们可以就放在这里啦 放在上面啊 那么 跟着的file名 那么我试一下呢 就改回它啦 好了 这张照片就改了啦 export OK 它拖一会儿呢 就已经完成了这张照片啦 好了啦 这个 这次很简单的 介绍了一个HDR的Software 因为有很多朋友呢就 嗯 它未必有 就是装lightroom啊 或者photoshop 就 嗯 变了呢 就可以去这里上试下下载下来 一个免费 暂时10日免费的软件 去试下玩一下 什么叫做HDR 合拼了之后出来的效果啦 OK 好了 有些什么问题呢 就可以留言给我 那就 下集再见 拜拜